来来 来来来 夹劲的越来越劲力大 大家好 每天大老粥出来锻炼 我们小狗也不能闲着 也得出来锻炼锻炼 它就是 捕猎的欲望比较高一点 咱就拿草豆干来回甩来回弄 然后再让它咬路 咱给它拽的同时 还不能用挺大劲 它现在这个牙齿还没换完呢 所以说咱们就是 尽可量的随着它的劲走 它愿意甩就甩 愿意往后撤就撤 拽了 也玩了一会儿 它那个锻炼完了 咱一会儿奖励奖励我们小狗王 给它弄点机架 一个是奖励奖励 再一个就是让它摸摸牙 它吃东西可快了 看它牙口有多厉害 就 展示一下我们小狗王吃播 来 知道啊 玩完了之后就有吃的是吧 给 来 老叔一般情况下不惹极了 绝对不会咬他 他知道隔着那个什么呢 你起来了 你看 别看老叔 这这这 去去去去 吃个东西 你看看 我说让人家老叔就在这趴着闻个味 我说一会给人家嚼一小块的时候给 给到老叔吃 他不乐意了 手那盆我摸都不行 你去个家伙 我一摸他的时候他太烦 给他压 给他压 你慢点 咱不说他 咱是比以前好多了 以前你抓他后背的时候他直接掉头咬你 他现在在看 他眼神斜了你 他得看看这是谁摸他后背呢 你要不要先看 No 你看 再抓的时候他就好多了 他知道是你了 对 没有狗的情况下 我去拉他去去 教育他说他的时候很好 只要是有这大老兔往那一做 往那一趴 你再拉他的时候 好了吧 他就没收音了 哈哈 哎呀他就小心 你看看他护去了吗 老叔说呢我吃一个咋 一口也不让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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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掉碟了吃一口吃一口 哎呀 吃几个了他 吃两个吃撒了是吧 一会还得喝点汤呢 喝点汤吧 这两个先留起来一会 把汤喝完了之后 不够了再加这个 啊 狗王他的本性是那种 特别凶残 然后特别蔫坏 哎而且是那种主动攻击的 这个这个这个性格的狗狗 虽然让他的体型比不及老粗 但是啊这条狗就是性格太棒了 其实像他俩这个就属于是主动攻击和被动攻击啊 以前咱们粉丝都在说我 有一个就是啥啊 你看小狗王主动攻击型的 既然你养这么长时间狗就一条养了一条 这个小狗王是主动攻击的 其实你是错误的啊 以前咱们家就是犬舍里边有有很多条都是这样的 一个咱就别说后边这条小拉那个谁 这个拉开是吧 一条四大狐犬你看 他也是天不怕地不怕 只要是欺负金阳就不行 马上就要攻击 或者是跟别的狗玩的时候 站着他领地立马就攻击 对不对 还有那个闪电在咱们这 那虽说不是我养大的 但是他在这金阳受欺负的时候马上就攻击 还有威力从前养的吧 你看威力那时候也是那样 不管是谁 不管是你是元老还是干嘛的上去就打 小木啊也是一样 小木啊也是一样 谁要是跟他玩不分大小狗 不分公母 他就给你干 还有很多 就是还有几条就是母犬 小女王啊 艾拉呀 妞妞啊 这罗威娜里边很多 都是这样 除了就是小狗王 还有那么多狗 因为他们眼里只看见小狗王了现在 被动攻击的就是黑客这种情况 但是也是不要逼在脸上 逼到脸上之后马上就翻口 不会就是不会说的就是 不会瞎头一口 就是被动攻击 老粗 老粗 他也是这种型号的 被动攻击 被动的 嗯 再一个就是二牛 这个性格还没有凸显出来 不知道成前之后 会不会那个主动攻击啊 他现在如果要是嘴里有东西的话 谁给他抢他都不乐意 现在是这个 没有爆发呢 现在是 嗯 你看这牙壳 磕瓜子呢 哎呀 咋呀小狗王 好吃吧 嗯 好吃吗 哈哈哈哈 人家在外面呢 你干啥呀 行吧行吧